在过去几年中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 一直在调查气候变化 对地球未来的可居住性 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借用复杂的计算机模拟 他们发现极端热浪将会横扫西南亚和南亚的广阔地区 造成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不再适于人类居留 目前该研究已经进入到第三部分 研究的焦点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中国 他们用区域气候模型研究灌溉对地表条件的影响 发现按照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规模 华北平原极易遭受极端热浪的袭击 对供养大约4亿人口的华北平原来说 灌溉须于不可或缺 将要发生的极端热浪袭击 将使得人类在这个地球上 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难以生存 原因 灌溉加剧了热浪发生的条件 致使气候变化危害更烈 近年来 中国境内的平均地表温度升速 大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 热浪平仍 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揭示热浪强度时 大多数研究仅着眼于地表平均温度 忽视了地表湿度的重要影响 而地表湿度直接影响人们对热的感觉 灌溉使地表湿度 以及大气边界层的总能量都大为升高 为了弄清地表湿度的影响 该小组首先调查了1975年至2005年之间 灌溉造成的变化 发现在这一期间 灌溉造成每日最大湿球温度 也就是热浪强度显著升高 湿球温度表示空气通过水汽蒸发 而冷却能达到的最低温度 可用以测定人通过出汗达到身体降温的能力 人体可生存的湿球温度上限是35摄氏度 在验证模型性能之后 该团队对2070年至2100年之间的30年进行了模拟 分别在两个情景下 调查灌溉与极端热浪之间的联系 第一个情景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造成气候变化中度减缓 第二个情景是温室气体照旧排放 气候变化顺其自然 他们预测灌溉和不能缓减的气候变化 会使灌溉区内的每日湿球温度提高接近4摄氏度 换句话说 按照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速度 在2070至2100的30年中 华北平原灌溉区会发生至少4到5次 超过人类生存上限的极端湿球温度 但积极地看 即使是适度的气候变化缓解措施 也可以将这些致命热浪袭击 发生的风险显著降低 仍有可能保持未来华北平原的可居住性 如果中国及其他发达国家 能够下定决心对碳排放做一些削减 那么在未来几十年内 大批人口仍将能在华北平原 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继续修养生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